想象一下传统的嘉年华游戏却能让你惊心动魄 这就是在双比特马戏团才能感受到的 我觉得所有街机游戏都升级了 我今晚玩了几局让我上期不接下期 真的还汗流浃背了 游戏中加入了诸如摄像机和传感器等高科技技术 为游客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 在一个新的逃生房间里 游客们可以集体享受冒险游戏 他们可以乘坐水上救生艇 在虚拟现实中向外星人射击 或是和朋友一起驾驶宇宙飞船 甚至连喝酒都是由这样的机器人调酒师招待的高科技娱乐形式 我从没喝过机器人调的酒 这简直太酷了 它甚至还摇了酒 双比特马戏团为人们提供了最新的创新游戏 很多游戏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这里是双比特马戏团商店 这里跟双比特马戏团就一墙之隔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早上在这里创建游戏 晚上去那边测试 我们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意团队 他们总是在进行新的娱乐形式的创新 而我们可以真正的让游客们来测试体验这些东西 联合创始人埃里克·格拉德曼曾为军队制造过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原型 他作为马戏团演员也拥有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 我们在全国各地巡演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表演疯狂的东西 这个马戏团能把制作游戏和表演相结合 两者都是我的挚爱 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布兰特·布什内尔 是一位拥有工程学背景且受过训练的小偷演员 他父亲正是电子游戏公司亚达利的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 我爸爸想进驻这个马戏团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回来了 他总是有新的想法 痴迷于思考我们应该改变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小型游戏场 只有百货公司那么大 这也是有原因的 越来越多的商铺因为网上购物的竞争而关门 双比特马戏团希望在一些控制的地方建公园 我们利用这些空地建了双比特马戏团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规模 这种形式在全国一百个城市都有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重复测试优化这种模式 然后在全国复制 他们说也许有一天 这类的马戏团会开在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之音李爱玲 洛杉矶报道